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不是解精达人 我是解精凡人 其实爱慕神的话 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 就好像你爱慕一个人一样 你只是花更多的时间 你只是投注你更多的心力 只是想要更认识 这位你爱的上帝 好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处圣经 在传道书十一章 我们从第一节要看到第十节 传道书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 我们先看这一段 然后我们再看第七节到第十节 传道书 如果我们要进入传道书中间的哪一章 哪一段甚至哪一节的时候 你必须先知道传道书是为什么而写的 当我们读一卷圣经 它为什么而写 其实有两个方法可以知道 一个就是反复地读 熟悉它所叙述的内容 主题 文法 形态 字句 反复熟练 熟练 慢慢地 当你越来越熟练的时候 就有很多 这一卷书真正你觉得作者想要表达的 最中心的那个内涵 会慢慢地在你的脑际浮现 如果还没有浮现 最好的办法就是再读 你看过电影没有 你告诉我 你最喜欢看的电影 你看过几遍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真正好的电影 你们知道 不管是奥斯卡 或者是金马甲 这些评审委员 最后要评电影的时候 没有人只看一遍两遍 一直看 反复地看 因为你不看那么多 你会忽略到其中一些 关键的细节 因为真正拍电影的人 写剧本的人 写圣经的人 他常常 特别是智慧书 会在一些很细节的地方 翻转整个你对 这一卷书的想法 第二种方式 就是作者 他自己说 他为什么写这样一卷书 为什么是用这个方式来写 我们看第十二章 第十三节 我想这是作者 自己做的结论 他为什么写这一卷书 在这一卷书的最后两节 十二章十三节 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 总义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敬的本分 看见了 敬畏神 你知道敬畏神这个事情 大家都知道 但是敬畏神 他到底跟我们日常的生活 跟我们灵性的成长 有什么关系 这样讲好了 如果你还在读书 读书占据了你最大的时间 和你的生活 另外就是周末来聚会 来教会 来服侍 假设说我用这两个 简单的方式来分的话 暂时 我们讲敬畏神 有一种叫做 平行的敬畏神 就是生活归生活 但是我绝对不要忘记 来敬拜上帝 因为我发现敬拜上帝这件事情 如果被忽略了 我这个生活会失去什么 平衡 但是基本上 他们俩是平行的 意思说我两个都要 我两个都喜欢 我两个都不愿意放弃 但是这两个有两套规则 你有两只眼睛 你有两个耳朵 你可以在熟练 越来越熟练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有一个开关 礼拜一你就开到右边 礼拜六你就开到左边 很顺的 越老越精越顺 没有什么不好 这是一种敬畏神 你觉得如果没有 敬畏神的生活和时间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会失去重心 可是叫你全部都是敬畏神 这个再商量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 敬畏神是用来服务 你礼拜一到礼拜五 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学业的 意思是说 要把我的工作和学业 还有我的家庭做到好 怎么办 我自己在这个世界 我自己的背景 我自己的学习 其实不容易做到 但是我又很想要把这个做好 所以我要用敬畏神的方式来 来把我要的这个事情做好 换句话说是 一主一重 谁是主 我的生活是主 敬畏神跟上帝的关系是 重 用敬畏上帝 得到资源 得到力量 得到智慧 来 来帮助我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 要完成的那个梦想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刚好倒过来 我所有的生活 最终是要为了敬畏神 也是一个主从的关系 但是是主客意味 敬畏神是主 所有其他生活的安排 追求 是从 要跟着敬畏神去走 你告诉我 哪一种现在是你在做的 三种 可能都有 你们猜猜看 刚刚第十二章的十三节 这一节经文 这个作者 所罗门 是要我们走 哪一种 那我们都曾经在第一种 第二种 对不对 弟兄姐妹 第一种 第二种 是我们的经验 可是 不是我们的目标 是我们走过的路 但不是最终我们要走到的地方 所以传道书 敬畏神这三个字 听起来很容易 可是所罗门在表达的时候 其实他费了很多很多的周章 他要慢慢的把一些会思考的人 聪明的人 愚昧的人 那种经验很多的人 那种没有太多经验的人 那种容易看透事情本质的人 那种活在很表面的 肤浅的人 通通要把他带到敬畏神这条路 所以你看十二章十三节 他说这是人当尽的本分 小字 或作这是众人的本分 众人是不分 至于闲不孝 换句话说 真正的智慧 不是带领智慧人 真正的智慧 是帮助所有的人 从第一条路 第二条路走上 第三条路 敬畏上帝 好了 敬畏耶和华上帝 我要告诉你 敬畏上帝 不是敬畏神而已 是敬畏耶和华神 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一位神 那敬畏神这第三条路 要怎么走 其实你好好的读传道书 每一章每一节都在讲这个事情 特别有人喜欢讲传道书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没有心事 都是什么 虚空 这个虚空的翻译 非常的费周章 有太多历史历代 圣经的研究人 就在这个字上费斟酌 我没有太多的意见 当然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我的想法 因为这个字要怎么翻 我后来想通了 研究希伯来文是一条路 研究亚兰文是一条路 研究希腊文又是一条路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不同时代的人 对这个字要怎么样揣摩 其实也不完全一样 我们现在在21世纪的台北 其实东方人跟西方人 对这个字的拿捏 其实也不完全一样 虚空这个字 在我们现在 我觉得不是最合适 我不敢说这个字 没有那个意思 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先看11章 11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你知道这里面出现最多的字 第二节你要分给七个人 或分给八个人 因为你什么 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 然后我们到了第五节 风从河道来 就是哪一条路吹过来 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 如何长成 你尚且不得知道 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 你更不得知道 早晨要撒你的肿 晚上不要歇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 我觉得有智慧的人 真是跟我们想事情的方式 是不大一样 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是 什么叫敬畏神 敬畏神 如果第三条路 要把我所有的生活 我所有的思想 我所有的理解 还有我听到的 我说的 我做的 都朝向这个敬畏神的目标 要去发展的话 其实传道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卷书 第一节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 日久必能得着 你看懂吗 粮食原来就是面包 或者是饼 你告诉我 你的饼丢在水里 然后你一年以后再去找它 会是怎样 你会找到什么 天之道 所以这一节圣经 绝对不是它字面 这么简单的意思 否则它是读不清楚的 第二节 你要分给七个人 或分给八个人 原文没有人 你要分七或分八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 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 其实它的背景 如果我的揣测没有错 第一节 日久 第二节 将来有什么结果 特别是不好的结果 我请问你 如果你要跟别人传福音 你跟他传 他就会信 还是你一直传 他都不会信 还是传很久 他有可能信 哪一个 所以你们都不是智慧人 智慧人是不知道 那我们就想 不知道那还做什么呢 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 就是上帝你告诉我一句话 然后你告诉我 几月几号几点钟 在哪里 跟哪一个人 我讲了这句话 他就什么 信 只要这样就好了 你猜猜看 什么叫有智慧 有智慧 其实是让我们在什么都不知道 特别是你去参与在上帝的作为之中 要很久以后才会有结果 你要不要做 而且这个结果要多久 究竟什么时候会有 不知道 你要不要做 智慧人 不是因为知道做 是因为什么 他很确定不知道 然后他去做 这个叫敬畏上帝 听懂了没有 你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考试 就想知道我会考上哪里 我们还没有读书 就想知道我能够考几分 我还没有毕业 就想进哪个公司 我还不知道自己有几把刷子 就想拿多少薪水 然后进了一个公司 看别人都不怎么样 我就觉得我应该在那个公司 扮演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我觉得老板不够赏识 我觉得这个公司是没有前途的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太多很快的知道 很确定的知道 可是我们其实不知道 我们用我们假设 我们很确定知道 去经营我们的生命 对不对 这个叫跟从自己 这不叫敬畏上帝 这个意思其实 这个粮其实是指的粮食 如果你种的是麦子 什么叫撒在水面 你知道麦子要运到 那个有需要的地方 是不是 这是一个海上的trade 是一个商业贸易的行为 那个时候主要靠地中海 地中海是全世界在当时 这个所谓海运最发达 海运风险最低的一个地方 它那个周围 产得非常多的农作物 就靠什么 海运 你给我 我给你 互通有物 它的意思是要告诉你 当你种一个植物 当你种一个庄稼 你种下去 你一定希望多种 对不对 多种多收 可是多收上帝 给我们超过一百倍 那你只能吃一倍 那九十九倍要怎么办 存下来 可是存久了会坏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 卖出去 可是卖到哪里呢 你们有没有做过生意 做过在座做贸易的 如果你是做出口的 或者是做进口的 你希望你的产品 卖给几个国家 几个 多一点总比少一点 好 对不对 但是多几个地方 你就多投入你的精力 你也多遇到一些危险 对不对 因为有的国家跟你来往 他一来就是要骗你 那你要不要去 要去 什么时候 究竟跟你来往的客户 他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让你大赚一笔 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可是如果你没有前面 跟他这个长期的来往 那个真正发的时候 也轮不到你 所以后面讲到 第六节 因为你不知道 哪一样发旺 对不对 你也不知道 灾祸 什么时候会发生 发生在哪里 对不对 那你要不要做 我认识一个比我年长的 他做一种布料 那种布料 他的工厂在中国大陆 你们看中东 你知道中东的人 他们穿的颜色 绝大部分都是什么色 白色 在很热的地方 他们有一种特别白色的 类似 那个叫丝 或者是纱 或者是麻纱的这种材料 有没有 男生也要遮头 全身像一个长袍 几乎都是白色的 因为白色 碰到日照 它会反射 不会热 如果你穿黑的 就全部把日照 全部放在自己身上 好 他就生产那个布料 可是刚开始做得很辛苦 而且中东人做生意 很诡异的 很诡异的 你这一次是付现金 下一次是付支票 再下次用别人的款 转给你 再下一次从美国付 这一次从英国付 后来从日本付 然后从中国付 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结果因为他 一直在做 量不大 他大概一年 大概就做个 大概一两千万 这方面的生意 后来突然有一天 他这个老客户 有一天来 来拜访他 他说我现在要跟你下个单子 但是这个单子 必须在多久之内 做到什么东西 多少量 什么品质 交给我 价钱是多少 当然价钱要更便宜 那一个单两亿 是他原来的 一年的十倍 三个月要做完 他说你不能做 没关系 我找别人做 那你要不要做 那是在他第一次 跟这个客户 做生意之后 十年 所以弟兄姐妹 敬畏上帝 其实是靠信心 来经营你的日子 如果第一节 意思是说 你不要怕时间久 你要怕 你不敬畏上帝 所以不要担心自己做的 现在看不出什么结果 第二节 要分七份八份 因为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 你有没有标过会 标会 现在年轻人大概不做了 你有没有买过股票 现在买股票 大概都会告诉你 要分散风险 对不对 现在这个是一个很普及的事情 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往来 你需要把你的资产 把你的精力 把你的时间 放在不同的对象上面 因为这些对象里面 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将来出现灾祸的可能 什么叫灾祸 就是你这一部分的投资 完全没有任何的收益 就是被倒掉了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你看 那个时候 已经是两千年以前的人 他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比我们现在还要深刻 请问你 你要多做几个对象 把一份产业多分成几份 因为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你不知道哪一个会出事 但是你知道一定会有出事的 不会每个都成功 对不对 耶稣十二个门徒 两个中奖 听懂了吗 还好有一个中奖又 又挠倒回来 又把他带回来了 可是有一个就 就起不来了 没有百分之百的事情 那你说上帝 你为什么不选十二个 永远不跌倒的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我要告诉各位 敬畏神不需要这样的答案 也不需要这样的安排 智慧在哪里 智慧就在不知道里面 仍然愿意敬畏上帝 你不知道你考得好不好 那你告诉我 要不要读书 要怎么读 要好好读 七份八份 什么叫七份八份 就是每一课都要读 你不知道哪一课会被荡掉 对不对 有的人读书很有趣 他只攻一科 他喜欢的那一科 分数拿到最高 他心里非常的畅快 然后其他通通死当 然后他觉得OK啊 这个叫没有智慧 你的人生不是这样子的 有人问我长老 那这个意思是不是说 你同时可以交七八个男女朋友啊 如果你有经历的话 我真的怀疑你有这么多的经历 我的目的是要告诉你 神要我们经营自己的日子 需要有这样的准备 第二节真的要强调的是 你不知道结果 第一节强调的是 时间要多久 两个都不知道 但是并不会阻拦或影响我们 敬畏上帝 真正的敬畏耶和华 其实是不会被这两件事情拦阻的 读经 弟兄姐妹 有的人读不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还要读多久 才会像合长老这样 我告诉你 你们如果这样想 真的没有智慧 因为在合长老的心中 也有好多人 对我来讲 也是这样 我认识一些人 怪怪 他们那样读圣经 我一世人 带他没对 那我还要不要读啊 那你们还要不要读啊 那我把那个师父介绍给你 那你几辈子都不用了 可是 这个不重要 上帝不是要我们这样子来看我们自己 然后第三节 他就接着来 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 前面两节 当他实际在发展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云若满了雨 就必倾倒 这有没有什么道理 这常识嘛 可是云满了 什么时候会下雨 你知道吗 你每次都看到云那么多 他就是不下雨 怎么样 后来要下要下 他就不下了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下吗 就是exactly what time 就是真正几点钟 你不知道 但是你告诉我 他会不会下呢 什么时候下呢 因为我们最关心的 不是会不会下 是什么时候下 因为你下的时间 是不是我真的要的时间 如果不是我要的时间 随便你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这个态度不是敬畏上帝 是跟从自己 再下来 他说 树或向南岛 或向北岛 树倒在哪里 就存在哪里 这什么智慧化 第四节 树为什么会倒 因为有台风嘛 这样同意吗 那你告诉我 台风什么时候会来 台风会吹到哪里 我们台北市 台风来的时候 那么长一个航道树 哪一棵会倒 往哪边倒 我告诉你 大树不一定会倒 小树也不一定会倒 到底是哪一棵 天知道 往哪一边倒 天知道 但是一定有树 会倒 这样可以吗 要不要种树 大树还是小树 你看到没有 其实我们不知道 并不会影响我们 真正经营自己的生命 千万不要用不知道 想要更知道 来麻醉自己 来等候 下面他就看 他说 看风的第四节 就不撒种 然后呢 望云的 并不收购 有的人花很多的精力 来忧虑 来寻找 说你告诉我 什么时候你会下雨 什么时候风会吹过来 多大的风会把树吹倒 所以我就预备好一棵树 等到倒的时候 我就马上换上去 我告诉你 这样子的人 他一辈子都在什么 都在寻求 那个刚刚好 什么时候 什么结果 这样的人 什么事也没做 这个叫智慧 这个叫跟从自己 敬畏神 不是这样 我只知道 台风一来 有的时候会倒 当然我们不希望 它倒在我家 但是它有一天 有可能 倒在你家 有一次我们家 刮台风 哇 那个雨很大 那个时候住在一个 透天的房子 我们那个顶楼 有一个 有一个很大的露台 有两个排水孔 雨实在太大了 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那个雨一直进到露台上 那两个排水孔 来不及排水 水就越来越高 我就拿一个脸盆 一直往外叫 打了赤膊 下大雨 结果什么 独立难回天 雨就看着它 说说说 就什么 从三楼 进到三楼 我们家都是地毯 三楼淹没 然后顺着楼梯下 二楼 然后二楼进到 一楼 然后开大门 水出去 弟兄姐妹 后来事情过了 我们做一个决定 把所有的地毯 什么 再换 然后在露台做一个叫做外管 帮助排水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有智慧 是 结果第二年台风又来了 又是下大雨 又是我一个人 又是一个脸盆 又是打一个赤膊 上一次是两个小时 在露台上奋斗 这一次有进步三个小时 结果水什么 三楼的地毯 然后到二楼 二楼完了 一楼开门出去 这样的事情经过了 你告诉我 你还要不要再铺地毯 你看你们真的没有智慧 我就凭信心建议我的母亲再铺地毯 结果从此以后 她就真的没有再进过那么大的水 弟兄姐妹 不是水不会进来 而是没有再来这么急 这么大的雨下下来过 我要告诉你 如果上帝真的把大雨 请棚倒下来 说哪个地方不会淹水 那是骗人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 如果照着挪亚方舟的那个水倒下来 没有一个地方会幸免 跟排水系统好不好 没关系 我们完全根据过去降雨的记录 来设计我们的排水 全世界最先进的都市 都有一个假设 一个时间里面最大的雨量 会是多少 地面的水 地下的水 超过的时候就要淹水 这没有什么道理 这就是最简单的道理 那你就要祷告上帝不要超过 一超过就淹水 其实台北市以前 三十年前 几乎每个地方 一下雨就是要淹水 那你说台北市能不能住呢 能不能住呢 你要不要住呢 弟兄姐妹 看来上帝要我们在这其中 第五节风从哪里来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但是要不要种树呢 要 而且要种那个地方 最适合上帝给我们种的树 第五节 一个孩子它是怎么样的方式 可以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孩子 然后生出来 也许现在的科学 可以多告诉你一些 这个中间的过程 可是究竟是怎么样 还有太多的不知道 那你要不要怀孕呢 你告诉我 怀孕的妈妈会不会害怕 会 怕什么 怕孩子不健康 怕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饮食 自己的睡眠 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遗传 会影响这个孩子 你告诉我 怕完了 要不要生呢 生下来会怎样呢 生下来才知道 那个讲一开就知道 感谢主 健康的孩子 弟兄姐妹 原来健康的孩子 会不会那么健康 以后还会不会这么健康 你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又怎么样 不知道又怎么样 男欢女爱 真正要进行的时候 等一下 我们两个先去测一下DNA 免得我们发生什么意外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你的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离上帝 真正在你身上的作为 越来越远 不要让自己进到这样的一个 以为 害怕自己 不知道 或者以为自己 真的都知道 这两个都不是智慧人 需要做的 虽然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第五节 说得非常好 他说 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 行万事之神的作为 我们不知道 上帝不会因为你 不知道 他就不做 上帝照常 做成 所有 他要做的事 特别是 跟你有关的事情 你觉得上帝 会不会等到你都知道 他开始做 你要不要 上帝做的 有的你高兴 有的你不高兴 那你要不要等 你都把表列出来 不高兴是什么 高兴是什么 然后跟上帝说 那你照着右边做 左边都不要做 上帝说 做好我等你 要不要 要不要 弟兄姐妹 你不敢 因为那张表 你列不出来 上帝已经做完了 你才会多知道一点点 上帝是一个 行作万事的上帝 我们不知道 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不知道什么结果 我们不知道 花多少时间 我们真的是在一个 无知的状态之下 你还不敬畏神吗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来到新生命 我不知道你的脑子 现在是怎么想的 你也许你会想 科学 你会想到将来 这个世界会往更 更多的知识的地方 发展 最后第六节 他说上帝在做什么 其实我们不知道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做 上帝要我们做的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能怎么做 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可是你至少有一件事情 你可以告诉上帝 我照着你要我做的做 因为世界是他造的 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所有我们的求知欲 但是我们可以在所有未知里面 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 上帝要我想什么 第六节 早晨要撒你的种 晚上不要歇你的手 因为你什么 不知道 这里太好了 他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 早上做的跟晚上做的 两个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为了家计 有的人为了快点结婚 存钱 有的人为了很多的原因 早上打一个工 下午打一个工 晚上打一个工 你猜哪一个会被最早被解雇 哪一个会发旺 你不知道 你要多打几个工 你不知道哪一个发旺 这是第一个 是早上的还是晚上的 或者什么 两个都有更好的结果 圣经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 你不知道结果会哪一个更好 第二节 你不知道哪一个结果会变坏 是不是 可是你要做什么 你要在上帝的作为里面 参与在里面 早上他要你啥种 晚上他要你不要歇手 继续地做 你记得吗 有一次彼得在格尼撒勒湖边 在那边捕鱼网 他说昨天晚上我们整夜劳力 打不着什么 可是大白天 耶稣说你下网捕鱼 就捕到了一船的鱼 数都不能数 网差一点破开 你告诉我晚上好 还是早上好 早上也好 晚上也好 哪一个有结果 晚上没有结果 早上有结果 可是正常的情况是 晚上有结果 早上不会有结果 谁知道 早上也可以做 晚上也不要停下来做 因为你不知道 哪一天会有更好的结果 谢谢主 你知道跟随主不是投机 不是计算 不是有力自己 而是学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 原来上帝造的这个世界 把我们放进来 你不会比别人优越 你也不会比别人差 我们都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 学习敬畏耶和华 那你说我不要敬畏耶和华 可以 你不要敬畏耶和华 你就只能什么 跟从你自己的心 第九节 这就是少年人的特质 在座你们很多是少年人 少年人 你在幼年时要快乐 幼年的日子 使什么 你的心欢畅 行什么 你的心想要做的 看什么 你的眼睛要看 弟兄姐妹 很爽吧 很爽吧 祷告这样祷告 上帝如果听了 好不好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好不好 弟兄姐妹 跟着我们的心走 你可以满足你的情欲 满足你的梦想 可是结果 会不会就是最好 你敢确定吗 智慧的所罗门说 这些都是虚空 所以我回来讲 什么叫虚空 虚空大部分翻译 叫vanity 对吧 或者叫做 meaningless 就是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自己体会多年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翻译 就是uncertainty uncertainty 就是你不确定会有什么结果 你今天看到下雨 uncertain明天会下雨 你今天跟上帝 你今天跟上帝的关系很好 uncertain你明天也会很好 你今天很背 你今天很衰 不确定你明天还会更衰 弟兄姐妹 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行作万事 他要你谦卑 什么 敬畏 他永远都要让你知道 你自己没有办法掌握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手中 对人来讲 永远都是什么 uncertain 你永远确定了一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又不确定了 你发现他很爱你 好像又变心了 结果他真的变心了 你会发现 他好像对你还是真的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这个叫什么 虚空的虚空 这个虚空翻得不是很好 有一个英文字叫做fleeting fleeting就是会飘 就是窄城窄浮 水涨了它就高一点 水下了它就低一点 这个字其实蛮传神的 意思是要告诉你 追求自己心中所向往的 跟敬畏耶和华 这两条路可以分道扬镳 也可以最后什么 汇集在一起 看你把什么当成主 什么当成虫 当你不会敬畏主 不要敬畏主的时候 你只有什么 跟着你自己的心 你不能否认 那你自己的心要什么 当然有很多影响的因素 可是上帝在智慧书里面 最后要我们去经营的 也是这个心 你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 夸口 夸口什么 第十节 所以你当从心中 来了 除掉什么 愁烦 从肉体中 克去邪恶 你要知道 其实真正的敬畏神 不是夸口自己年轻 不是夸口自己有活力 不是因为你年轻有活力 你可以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 而且好像可以做得成 那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上帝给你活力 给你年轻 其实要让你认识你心中的什么 愁烦 跟你心中的邪恶 有没有 有没有 我告诉你 越是有活力的时候 做越多的事情 越是敢做一些 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越容易认识自己有多恶 你有没有恶作剧过 弟兄姐妹 年轻是上帝给的 活力是上帝给的 可是如果年轻和活力 不能让我们更认识 上帝在你身上 不要的那些东西 那就不再是在 敬畏神的路上走 那年轻能够认识这些吗 当然可以 只要什么 第十二章第一节 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 尚未来到 就是你所说 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 未曾临近之先 当什么 纪念造你的主 要纪念一些 其实在现在看起来 我们常常忽略的事情 我们回到第六节 第六节他说 因为你不知道 哪一样会成功 可是我们可以持续的 参与在神的作为里面 你愿意吗 你知道什么叫 参与在神的作为里面 就是第七节 你可以看见 原来智慧是让我们谦卑 是让我们在很多的不知道里面 可以参与在神的计划里面 而觉得喜乐 因为你看见了 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有什么 有光 有光 这个光从上帝而来 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可悦 加美 是不是这样 弟兄姐妹 其实在你很朦胧 在你很朦胧的时候 很糊涂的时候 突然你清楚了一件事情 那是非常喜悦的事情 当你不确定 要不要娶一个姐妹的时候 在那犹豫又犹豫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你想通了 或者是你变傻了 你就把它娶过来 其实你会有非常大的喜悦 虽然以后还有黑暗的日子 那又怎么样 可见的参与在神的作为里面 其实是让我们学习 经历到明白神作为里面 奇妙的喜悦 我要告诉各位 跟从自己有情欲的满足 跟从上帝 有被光照的喜悦 敬畏上帝 这种光照 无价之宝 对我来讲 可以更认识自己眼中的良母 无价之宝 我现在不喜欢看别人眼中的刺 我也看不到 我也不想看 因为我们都有老花眼 很吃力 我现在只想求主让我看见 我眼中还有什么良母没有 每当我有机会 借着读圣经 借着神在我身上的一些作为 看见 我心中有非常深的感动 我觉得认识自己的罪恶 是一种莫大的喜悦 特别是在上帝的面前 被光照 你会吗 我也认识很多人 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错 你是不是啊 弟兄姐妹 那个叫做跟从自己的心 总有一天 那会变成什么 vanity 虚空 因为他有一天 不再是那样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有钱 你不会一直有钱 你没钱 你不会一直没钱 你什么时候才可以有钱 不知道 但是要去赚钱 这样懂吧 赚什么钱比较快 不知道 赚什么钱太慢 不知道 但是慢慢地去赚钱 这样可以吗 其实路真的那么难吗 有人说长老 那这个意思就是 要我们勤奋呢 我告诉你 勤奋不一定会有 你想到的结果 那不勤奋 不一定有你不要的结果 那我就不勤奋 就等好了 就是刚刚讲的 什么 看风的 必不撒种 望云的 必不收割 你们有没有买过乐透 我是不知道 每一年 每一年我的公司 就是开工的那一天 我会请同事 给每一个同事 买一张乐透 就是祝他们什么 中大奖 你猜猜看会不会中 不知道 你猜猜看我有没有中过 我是中刮刮乐 我最多一张刮到两千块 我每次都差一点 中到三十万 那你告诉我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中 我要不要天天去买 但是我认识一些人很有趣 他每次到那个 卖这个 卖这个彩券的店门口 就在那里什么 按那个 他有一个 他那个手机上面 有一个计算的方式 勾一下 再勾一下 就是他 他想要算出一个 比较容易中的 对不对 那我还认识另外一个人 叫包牌 有没有 他们同事加起来 一共一百万 那一次 因为那个一直一直累积 到了八九亿的那一次 一百万同事 全部进来 准备从头什么 把那一段全部买下来 结果中了没有 也没中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哥哥 他是学统计的 他自己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他说 在台湾大概要五百六十万分之一 可以中第一特奖 五百六十万分之一 如果你要包牌 意思就是说 一张牌 乐透是五十块 对不对 五百六十万 是多少 也不多了 两亿多 如果你有两亿多拿出来 就什么 一定中 但是 你不知道别人会不会中 万一别人的运气好 你就要跟他分 那两亿就只能分到什么 一亿 那你对半就损失一亿 你要不要包牌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其实都不知道 原来不知道 可以让我们从上帝那里 看见光 让我们可以在第八节 进入一个有黑暗的日子 却可以活着喜乐 我觉得真正的喜乐 是你知道你以前经历过黑暗 你也知道你将来的日子里面 还会有许多的黑暗 对不对 你不知道黑暗会是多少天 你也不知道是哪一天会来 但是 你会因着你的生命 活着 能看见 能认识上帝 敬畏耶和华 能够参与在他 创世的作为里面 你会什么 喜乐 你不会失去方向 你不会害怕 弟兄姐妹 你现在失去工作 你不会贬低自己 当然你说情感上不贬低 这是很难的 可是 如果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 一个黑暗的过程 那又怎么样 难不成 每天都是光吗 难不成 你不睡觉吗 难不成 你要过一个 从来没有黑暗 没有晚上的日子吗 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天开始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一日 上帝的作为 高过我们的作为 也许第八节 他说这样的日子要来 来的也是虚空 意思就是说 将来的日子里面 黑暗会很多 但是黑暗怎么来 哪一天来 来多久 不知道 uncertain 所以我觉得做基督徒 信主 我们的信心可以慢慢的坚固我们 面对不确定的明天 因为我们有一个确定的主 掌管明天 我知道你们要开始 牧区 要开始探访 然后你们要开始 有牧区 要出去 慢慢要学会 建立自己的敬拜 自己的聚会 有太多的不知道 对不对 你告诉我 你去探访一个人 他会不会回应很好 不知道 你去找他 他会不会在 不知道 他说好好好 真的还假的 不知道 然后他说会来会来 我一定会来 真的来了吗 不知道 你会发现服侍主 有太多的不知道 你会发现你的工作里面 也有太多的不知道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 不代表你无能 不代表这个世界亏待你 代表上帝要带领我们 进入一个敬畏上帝 谦卑度日的一个生命里面 感谢上帝 这段圣经 你看着看着 你就会发现 哇 原来我们可以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生命 在这个过程里面经营出来 所以第九节 这一切的事 神会审问你 神要为什么要审问我 神看的不是你爽不爽 神看的不是你心里所愿的成就了没有 神看的是你心里所愿的成就了 然后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跟我没有关系 那就真的有关系 是不是 原来我们每一件事情 心中所愿 你爱看什么 长老爷有喜欢看 我告诉你 我特别喜欢看足球 然后看篮球 我看这两个球是不会累的 我可以看24小时 但是那个日子已经过了 因为我的偶像已经退休了 我的足球的偶像是巴西的比例 那你看你们很多人没听过 他现在是属于祖父级了 他17岁踢世界杯 巴西拿到世界杯的冠军 我第二个偶像是Michael Jordan 对吧 也退了 弟兄姐妹 我们都有喜欢的 长老以前爱喝可乐 以前我来这里 这边就是一瓶可乐 而且是要加冰的 现在不喝了 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老了 是因为 你慢慢要在这个过程里面看见 喜欢喝可乐 然后呢 跟敬畏神有什么关系 我把可乐 带到敬畏神的国度里面去 哇嘞 你听懂了吗 你听懂我输你啊 上帝不是要满足我们 我今天能喝可乐 我明天可以不喝可乐 很好啊 弟兄姐妹 什么事情让我们抓住他 我们放不掉 你就离敬畏神的路越来越远 只有一个东西要抓住的 第十二章十三节 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 总义就是要敬畏神 所以我这一堂跟你们讲 敬畏神 其实是建立在 我们的谦卑和无知上面 你愿意接纳自己是这样的人吗 所以要来教会 要查经 要祷告 要服事 不是我觉得这些事很好啊 撑场面 不是 不是因为这样新生命人会更多 不是 其实这样 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敬畏神 敬虔的生命 可以在这个世上 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我们中文讲啊 泰山崩于浅 色不变 是不是 你能够经历多少患难 不是因为你经历过了 所以你非常有经验 弟兄姐妹 那个还是跟从什么 自己 真正的是 我知道明天 真的不会像我想的那样 那就对了 所以我更要照着神所教导我 去做 本来就是我可以做 我该做的 我们做很多事情 不是要掌握结果 不是要控制时程 不是要为了自己 从心所欲 是为了什么 上帮我 上帮我可以被我们 上帮可以被我们荣耀 被我们认识 然后我们就可以经历到那个眼睛看见光的那一种喜悦 保罗 保罗在大马社 遇见了光 从此这个人的生命 完全改变 他的改变 其实就是从此以后完全进入到一个参与在神作为的计划里面 他不再为别的去操心 他不再会为别的去犯错 他专注在神为他预备的这一条路 他心中那个动荡 臣服的仇烦 邪恶 因为经为了神 找到了那个方向 都交给神 我们会成功 也可能不成功 张老师一个不怎么成功的人 可是 我要跟你们分享的 不是我成功或不成功 所以我慢慢鼓励你们 最好的见证 不是分享自己的成功 是分享自己的成功和失败 失败和成功 然后失败和成功 怎么样跟敬畏神有关系 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主角 不是因为上帝帮助了我 所以感谢主 而是道过来 上帝 我能够怎么样满足你 让我更加地敬畏你 这个才是目标 也许有的时候 你真的就是不下雨 你觉得你这个人生 非常的灰暗 非常的无趣 没有任何的成果可以在别人面前夸口 然后 你还是可以敬畏神 你的价值是从敬畏神开始 也在敬畏神结束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开端最好的理解 翻译应该翻译成源头 Beginning 你知道源头跟开端在中文的意思有区别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全员 所以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找老再来 我希望你们愿意被神使用在他的作为里面 不要再问为什么 不要再问还要多久 也不要再问怎么办 弟兄姐妹 这是问不完的 先去做吧 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主 这是你的教会 这是属你的百姓 教导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生命 展现在我们生活中 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细节 主啊 若不是为了敬畏 这一切都是土然 主啊 上帝 你不是来满足我这一生 救恩不是让我心中所愿的 得以成就 真正的得救 是让我这一生 不管是成功灾祸 或长或短或下雨或被风吹倒 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成为敬畏你的一部分 主啊 我愿意这样做 我也愿意这样子学 我也愿意把自己放在你面前 别人怎么讲 我没有意见 主啊 但是你怎么说 对我来讲是唯一最重要的影响 求你引导我们 把我们的心打开 不要再去愁烦那一些 其实不是你要我们愁烦的事情 叫我们把心定下来 向毛抛牢 抛在耶和华上帝的座位里面 即便我们太多的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主是可靠 好 好